中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台灣11號新增5例武漢肺炎 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都是來臺工作20到30多歲的印尼 移工 5名個案分別在10月28號到29號 從印尼搭機來臺 其中一人檢疫曾有症狀 但未通報 令氏人無症狀 那所以5個人都分別在11月10號跟11號 進行檢疫期滿前的採檢 那檢出陽性在今日確診 目前住院隔離中 其中只有案590 在10月29號到11月11日之間 有輕微報導症狀 那不過他都沒有跟這個 檢疫所的人員通報 那只自行不要 警衛中心表示 另外案590接觸者暫時匡列91人 都列自主健康管理 令氏人沒有接觸案例 無需匡列 至於案590在檢疫期間有症狀 但未誠實告知 將請衛生局調查後依法處置 另外疫情指揮中心也邀請小兒科醫師 呼籲民眾 家中幼兒應該儘快接種流感疫苗 並表示 血淋前幼兒感染流感容易引發 較嚴重的併發症 流感跟普通感冒是不一樣的 我打流感疫苗能夠預防的就是會出人命的 會變成重症的流感 甚至於說流感再進一步引起的病發症 包括心肌炎 腦炎 肺炎 還有一些後續的感染疾病 陳慕容醫師表示 過去因流感病發症死亡個案約9成沒有接種疫苗 因此才會提倡接種疫苗預防 也表示秋冬除了流感外 也是其他呼吸症狀的耗發季節 不要因為感冒時間跟接種疫苗時間相近 而誤以為是疫苗所導致 原事新聞無理無臺北市